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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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技這個品牌的主要用意就是主推我們自然家居生活產品 設立一個就是希望說用一個APP 把所有的一些智能家居的方面的東西全部都all in one 在一起 目前我們的規劃是希望說把這些產品跟人臉辨識整個是結合的 藉由那個演算法的經驗跟整個APP的統籌 我們希望能夠把這些智能產品都結合在一起 遠端遙控家裡的電器 監控家中的動態 智能家電已經慢慢走進台灣人的生活 用一支手機掌控整棟房子 不再是科幻電影的場景 尤其是疫情肆虐的這一年 智能家電順利發揮了它的功效 我覺得這個就是還滿方便的 就是因為疫情的關係嘛 就是之前都是用那個耳溫槍 那使用上的話速度就是會比較久 但使用這個面板機之後 我們只要站在那個面板機前面 它就幫我們量測溫度 那如果我們口罩忘了戴的話 它也會提醒我們要戴口罩 另外因為它還有門禁的功能 所以如果假設不是公司員工的話 是沒有辦法進來的 所以我覺得這套系統是還不錯的 之前三級警戒期間 我們是有跟新北、台北市還有桃園市 都有跟這三個市政府聯俏 然後我們有分別捐贈一二十台 給市政府去使用 基本上這個功能就是結合了你門禁三下班打卡 跟測溫功能 因為它的演算法算是比較強大 所以基本上你戴上口罩 它一樣可以辨識你這個人的身份 只要你之前有登記資料在裡面的話 那我們的特色跟人家不一樣是 我們的資料不是擅長雲端的 你只要不是在雲端 你不會有資料外泄問題 你的資料就是在那個攝影機裡面 杜絕資料外泄的疑慮 遠端監控的功能使用起來更放心 特別適合有長者、寵物的家庭 廣角的效能能夠鎖定人員的移動 無論距離多遠 都可隨時掌握家中的安全 我覺得它使用上來說 蠻方便又安全的 對 然後又很簡單 又可以透過Wi-Fi來控制 會使用監視器的關係 是因為我們家裡有洋寵物 如果我在外面或來不及回家 就可以看到他們的一舉一動 對 這樣我才會安心 然後會使用Wi-Fi智慧延長線的話 是因為有時候上班很趕或遲到 然後會使用電棒捲 但是忘記把它插頭 這時候怎麼辦呢 就可以透過Wi-Fi智慧延長線把它關掉 對 這樣就可以確保安全 我們監視器就是有兩種 一種是有廣角效能的 一種是360度旋轉的 那它都可以針對你人員移動 來自動偵測 除了功能導向 業者也推出 裸口直徑式一二七規格 能變換色彩 又能節省50%到90%電力的LED燈泡 既環保又美觀 絢麗色彩 調光調色 隨心所欲 讓居家既有趣又有情調 RGB燈泡它的主要特色就是 我們可以藉由手機來控制燈泡的顏色 那當你今天心情好或心情不好 你可以自己設定它的顏色 那它也是有一個電視的功能 利器在手 家長的一切盡在眼中 許多智能產品還是外銷國外的長青樹 業者努力開發 力求突破 希望打開智能家電在台灣的接受度 讓更多台灣人享受被智能守護的家園 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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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陸